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又跟大家見面了 我是林重在澳洲跟大家做這次的節目直播的 今天有幾宗新聞想跟大家講講的 就是有關許智峯在香港的財產 是不是給香港特區政府充公呢? 其實是中共充公許智峯的財產 另外就是中共對六個國家單方面免簽證 這個新聞是挺有趣的 另外還有香港學生面對的國安教育 還有不單止學生還有香港公務員面對的國安教育 因為我都聽到不少公務員在這裡埋怨 學生又埋怨公務員又埋怨這樣 另外我還會最後會講一講有關對中國人社會的問題 我今天就準備了有這幾宗事事跟大家講講的 首先就看許智峯這宗新聞 許智峯這宗新聞其實都不是今天的了 因為他是被香港特區政府列入八大通緝犯 其實是很光榮的 列入八大通緝犯 非常之光榮 特區政府繼續施行打壓 香港律政司就入稟要求頒布破產 其實這些是中共一向以來一貫以來的慣用的做法 共產嘛 那由1949年中國共產黨就搞這個分裂 分裂中國之後 那就已經在1949年在中國大陸 一直到現在其實都是搞共產 說你什麼地主就要沒收你的財產 說你資本家又沒收你的財產 那許智峯這件事其實大家都心中有數的了 那許智峯都有數的了 就是你看一下 譬如說這個《蘋果日報》這樣 又是搞到呢 又要搞你的那個廠房又有問題呀 什麼又有問題呀 搞到整個《蘋果日報》呢 就沒得做下去這樣 這些是中共一貫的手法 你說在西方社會 哪裡都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呢 這些是中共的統治就會這樣發生的 說要充公你就是充公你了 這些沒得好說的了 我看一下先這個《許智峯》這件事呢 現在香港律政司入稟高等法院要求宣佈 許智峯破產 其實你都凍結了許智峯那些財產的了 那麼許智峯都心中有數 人走得了已經幾好啦 那麼你 多少財產你不就 其實這些大家都知道中共會怎麼玩的了 這些東西 有關有關破產的申請呢 就排期去到明年1月23號 1月啊 12月1月就是有兩個月了 這些 你不要期望這個 這個香港特區政府會放許智峯一馬 人都被通緝了 那麼你這些財產這樣 根據中共一貫的做法 當然是充公啦 那麼 看一下這單新聞先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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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智峯那方面呢 我看一下 有什麼說先 看看 因為這些其實 許智峯呢 就真的都 預了的了 預了有這個 這樣的情況 我看看先 這個 因為許智峯呢 流亡來了澳洲這裏 那 那麼 那 在奧特利那邊 啊 我都跟他見過一面 因為今年那個六四 在西德尼這裏 那麼 許智峯都特意呢 在奧特利那邊呢 就坐飛機過來 西德尼這裏 參加 在西德尼的六四 活動啊 那所以 那次我都跟他見了一面啊 那麼 那 那先 許智峯就在他的網上呢 就回應啊 就說他的 被律政司申請破產那樣東西了 那麼 他說呢 這個破產申請呢 對他在澳洲的生活 財政是毫無影響 那就當然了 大家都不同法律制度啊 啊 中共當然想影響 許智峯在澳洲這裏邊的東西啦 看看 可不可以 就是申請到 連這個 是他在澳洲的財產都沒收呢 那 許智峯來了澳洲 他還在澳洲這裏呢 讀法律 讀律師 拿了個律師牌 就是說 在澳洲這邊呢 澳洲政府 根本就不理你香港怎麼搞 其實大家都知道你在香港怎麼搞的啦 明明許智峯就被香港特區政府通緝 澳洲就不給你面子 你通緝啦 然後呢 澳洲這邊呢 還給律師牌給許智峯 就是說分明呢 就 對你香港特區政府是不是看你眼眉 看你眼眉 看你眼眉 好了 我看看先啊 許智峯就說呢 現在就說要對他的財產充公 這樣對他在澳洲就沒有影響的 他說 你看看港共 港共後續仍有什麼伎倆 繼續攬炒香港的司法 醜出國際 其實真的很醜啊 現在這個特區政府 就是不是我們認識的香港政府 不是香港政府一貫的做法 也不是香港社會的一貫做法 他這個這樣的 就是這個申請這個對 其實就是想吃掉許智峯那些在香港的財產 這些是中共一貫的做法 當年要對那些在中國大陸那些地主 沒收地主的財產 跟著就沒收資本家的財產 這些不是中共一貫的伎倆 那麼對香港其實不單止許智峯 我這幾年了 因為我在澳洲我是JP 在太平紳士 我都接了很多這些有關的香港人 要求協助拿回那些在香港的那些公積金 因為現在人人都自危 你那些公積金會不會都被中共那邊吞了呢 大家都有這樣的擔心在這裡 你可以看到現在香港人心惶惶 那許智峯本身呢 就背了很多控罪的 那他先看看 2020年11月就離開香港了 那然後呢就事後就被香港 特區政府加控四項妙視法庭的罪 那然後呢就說這個妙視法庭的罪呢 在去年就罪名成立 就判監三年六個月啊 還要付這個 那個啊停費 堂費 但是許智峯已經離開了香港了 好了那 那 許智峯也曾經先後兩次入稟法院 分別要求法庭 法庭頒領公開有關催淚彈內化學的成犯 和私人檢控西灣可開槍的警察 那兩件案件呢就敗訴 就是說許智峯敗訴就要支付那個糖費這樣 好了那 許智峯就說呢 其實就質疑國安警察 就凍結他在香港的小量資產 一方面就要這個許智峯要他給錢 一方面呢就不准他用錢 那就是互相矛盾 是啊 就是說這個國安警察就凍結了 許智峯在香港的銀行戶口凍結了他的錢 不准他用他的錢 一方面要他還錢 就是說 他想還錢 但是又不准他拿錢去還 就是給錢 不要說還錢 就是給錢 所以這些是很搞笑的 那現在就索性不如充公他的財產 這些大家都 哎 預賣那份的了 所以我這幾年呢 遇到很多香港人 來了澳洲這裡 他說要拿回香港那些強積金 他竟然拿不到的 真是人人自危 你現在中共呢 中國大陸呢 說那些 真是經濟是出現問題 就不想那些資金呢 流出去外面 那香港都是啦 現在根本呢 就是中共拿了香港 就想吃 真是吃了香港的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現在就真是人人都自危了 發覺 哇 現在那些錢 哇 真是危危乎啊 在香港啊 好了 那那 那 今天第一單說的就是說 香港政府會不會充公許智峯的財產呢 那這些大家都已經 預料了心中有數的了 那遲早的問題啊 除非這個 中共或者香港特區政府 是不是 是不是會不會 倒當呢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倒當啊 好了 那 跟著呢 就講一講 那這兩天呢 就提到中共方面呢 就 對六個國家 單方面呢 就免簽 免簽證喔 那這方 這這這新聞看起來很搞笑的 這單 為什麼搞笑呢 單方面 單方面 那通常呢 一個國家和其他的國家呢 你說要免簽證 不用申請簽證 就去到那裏就可以自動入境的了 你拿著你自己原本國家的護照就可以了 這些是雙方面 雙方面 那現在呢 中共那方面呢 就單方面 是說明是單方面喔 那你說是不是很搞笑了 為什麼會單方面呢 就是說 中國大陸那個經濟不行啊 那些外國投資的走的走 不單止在中國大陸走 撤離那些資金 那些工廠又關門 在香港都是這樣 那些外資都撤離香港 那你中共的外交部就宣佈這件事了 這個是十一月二十四號 由這個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 無寧宣佈 那個理由呢 為便利中外人員往來 服務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對外開放 這些理由很動聽啊 那然後呢 就說 北京那方面 決定試行擴大 單方面 免簽國家範圍 對法國、德國、意大利、荷蘭、西班牙、馬來西亞 這六個國家 持有普通護照的人呢 實行單方面 免簽證的政策 由2023年12月1號 就是還有幾天啦 一直會去到2024年11月30號 這個期間 就是有一年的 那這些六個國家 持有普通護照的人呢 去這個中國大陸 經商、旅遊、觀光、探訪、親友和過境 不超過15天 就可以免辦簽證入境 就是省下這個手續了 那這個我覺得很好笑呢 為什麼很好笑呢 就是單方面 就是說呢 不是雙方面 不是互利 通常這些國家呢 這些這樣的免簽呢 就是雙方面的嘛 現在問題就是說 其他這些西方國家 不理睬你中國大陸 本來明明在中國大陸那些內資都撤走 做生意的都不跟你做生意 切廠的都關了那間廠 你中國大陸 你中國大陸吸引不了那些外資去 所以呢 你中共這次呢 你中共這次呢 就真是 頭都大了 那就說 免簽啦 免簽啦 免這個簽證啦 希望你多一些人 回來 來中國大陸那裡做生意 哇 做生意 你現在這樣的環境 嚇到嚇死人了 你看看 許智峯啊 其實不單止許智峯啊 這個蘋果日報啊 還有 都不止了 真是你將人家的財產充公 充公 你嚇死人了充公 誰敢來跟你做生意 連李嘉誠都要走啊 我很記得呢 早那幾年 哇 那些小粉紅五毛還在那裡說 看一下李嘉誠多愛國 用李嘉誠做一個愛國的例子 結果現在沒有人再夠膽提李嘉誠 李嘉誠走就走啊 走老了 好了 旅遊觀光 哇 旅遊觀光啊 這些其他國家的人 哇 你下下會不會旅遊觀光啊 探訪親友啊 過境啊 有人被 被你中共那方面 扣留做了人質 那些事情現在做人質外交啊 澳洲都有人 做了人質外交啊 那你 哇 真是這些這樣的嚇死人啊 如果你說 免簽 為了這個免簽 那是不是便利 省了那些小小的申請簽證的費用 哎 去中國大陸玩啊 去觀光旅遊 探訪親友做生意啊 會不會呢 你整個大氣候都嚇死人啊 因為你那個做生意 設廠經濟那方面呢 已經呢 你根本是排外 現在中國大陸 你整個民間都在排外 那還有沒有人夠膽 去你中國大陸那裡做生意 觀光 又是排外 探訪親友 一會兒被人家 你扣留了做人質的 那一件事 你根本整個氣候就是這樣 說這個西方國家亡我之心不死 這樣 所以呢 不過又很搞笑的 習近平最近訪問美國 我一會兒還要再講一講這件事 好了 看看這個 所以說 我第二單新聞 這個中共對六個國家 法國、德國、意大利、荷蘭 還有西班牙、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就是亞洲國家來的 馬來西亞都好像有些是親北京的了 那真是方便他們 這樣 讓他們可以 我想馬來西亞應該是不是都 有些人就覺得方便了去中國大陸 不過其他那些西方國家 法國、德國、意大利、荷蘭、西班牙 去中國大陸做生意 去不去都罷了 真是 唉真是這些 那 看看那個效果會怎麼樣 因為你不是說給免簽證 就是可以吸引到多些人去 這個問題是整個中國大陸那個政治氣候 你根本是排外 排外的情況之下你免簽 是不是這樣就可以吸引到些人呢 那整個環境氣候我再看看 現在香港學生 面對的國安教育 還有香港公務員面對國安教育 那香港學生呢 其實這幾年呢 已經 面對這個 叫做國家安全教育 那 有這個 推出國安法 因為2019年的事件 2019年的抗爭以來 就是 除了香港的大學生上街 還有這個 中學生都上街 但是 原因 不是說那個教育出了問題 原因呢 是你中共 本來你承諾給香港人有這個普選 是你北京的承諾 你承諾給香港人有這個普選 現在你不肯實現這個普選 這個才是那個源頭 好了 那你現在呢 搞到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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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香港人這個抗爭 然後呢 你覺得香港人不聽話 然後就搞這個 國安教育 哇 你現在國安教育才嚇死人 在香港 我現在看一下 最近我看到一些消息 由小學 小學生開始 就要進行這個 國安教育 那 講到這個 國家安全 名義上 為了這個 國家 國家安全 很好聽 這個說話 我覺得 你如果說 搞這個 國家安全 表面上 是都應該 如果說應該 這個國家安全 不是針對學生 不是針對公務員 這個國家安全 是應該針對 高官 香港特區政府的高官 那些 現在 香港立法會 那些 議員 才對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 根本就在煽動著 香港人 仇恨這個 特區政府 他們的做法 是這樣的 他們不肯 他們不肯 這個叫做 什麼 這個完善 香港的選舉制度 他把香港的選舉制度 是閹割了 這不是搞到 香港市民 憎恨這個 特區政府 所以 我覺得很搞笑 所以 現在這個 香港的國安教育 不是應該去針對香港學生 不是針對公務員 你針對的是 應該針對一下 這些香港的 做官的人 高官 不是普通公務員 所以 我現在看這兩天 我收到的 怎麼去搞這個 國安教育 愛國教育 我看到就很好笑的 看看先 這個學生 就要學這個 國家和人民的關係是怎樣 其實 這幾年 由這個 是不是雨傘運動 接著去到這個 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 有些中文 輿論 他們 已經具有特定的立場 在這裡宣傳 就說 沒有國家 怎麼會有人民 先有國家 才有人民 這些是什麼邏輯來的 這些 你真是讀壞腦 如果有些 你叫學生讀這些東西 但是現在這些 國安教育 就是要灌輸這種思想 我在澳洲 我聽到一些大學的校友 都在幫忙做這些宣傳 沒有國家 你怎麼會有這個人民 有國家才有人 這樣 你讀一下歷史 原始社會 沒有國家 那有沒有人民 是先有了人 然後才有國家 有了人民 有了人 建立那些暴落社會 有了暴落社會 有了暴落社會 互相在爭 一個暴落和另一個暴落爭 然後才有這個國家的體制出來 有了國家 國家是不是保護人民呢 表面上你可以說是 但是另一方面 其實國家是鎮壓人民 把人民當了奴隸 你讀這個歷史 講中國歷史 登陣到的 建立了這個 這個夏 雙周 最早在中國 夏朝 叫朝代 其實當然不建立了 就是這個天下 這個夏的夏 夏天的夏 認為自己就是這個天下 夏商周 周天子 覺得這個天下都是屬於這個皇帝的 那你下面那些神文全部都是屬於皇帝 就是你看回中共的教育 這些是奴隸制度 是中共教出來的 這些是中共自己形容 夏商周是奴隸制度來的 有了國家 全部那些中國人民就成為奴隸 所以你現在這個香港的國安教育 你說沒有國家怎麼會有人民 有了國家才有人民 這些你和中共 你看回中共那個傳統教育 所以我說這個很搞笑 你今天連你自己都說不通 因為你中共的教育就說 夏商周建立了奴隸制度 你中共自己都懂得這麼說的嘛 那你有了國家就是有人民 這些真的是 因為在有國家之前已經有了有北京人 原人 原始人 已經有了那個不同的部落 之後才有國家 國家是奴隸制國家 自從有了國家之後 人民就要做了這個天子的奴隸 這些是中國歷史 所以現在你說那些國安教育 洗腦教育在香港 哇 真是嚇死人了 我剛剛今天才聽到就說 香港那邊呢 大家都知道2019年不單止大學生都上街 要求實現這個基本法承諾的普選 中共的承諾給香港人普選 中學生都上街 那我今天才聽到說 原來呢 2019年被鎮壓到現在了 哇 那些學校都知道不行了 所以舉辦一下一些在海外升學 在海外留學的宣傳講座 讓那些學生多一條出路 所以這幾年很多是香港那些學生都走就走 沒有啦 去其他國家啦 這些家長都是覺得 是不是送了自己的子女呢 去其他國家 比在香港受教育 在西方社會更加好 在西方社會那些教育是一個有學術自由在這裡 你在香港就要面對呢 國家和人民都分不清的這樣的洗腦教育 你想不想自己的子女在這樣的教育底下去成長 所以我這幾年呢 我知道很多香港人都把那些子女送了出來 移民的移民 送出來留學的 送出去留學的 送出去留學這樣 那些小分紅毛的 沒這個國家怎麼有這個人民 我說你看一下美國 美國本來就是那些 就是由英國那些 是不是叫做侵略者 去到這個美洲大陸 建立了這個美國 最初英國人去到美國,他們很反叛,因為那個什麼事件,那些茶葉 然後就不承認,這個英國,那時候英國人去了美國 英國就要抽重稅,因為那個什麼茶葉事件 然後那些去了美國的英國人說,我不承認你英國人 不是,我不承認你英國是這個統治美國,我現在要獨立,搞獨立 去了美洲大陸的英國人,背叛他們英國的祖國 不承認這個英國祖國,結果就建立了一個美利堅合眾國 現在美國多強大,比英國更強大 但是都沒有說真的跟英國罵到是不是敵對 但是總之當年呢,英國人去了美國 總之背叛了英國祖國之後,建立了一個偉大的美利堅合眾國 現在成為這個超級大國,全世界第一的超級大國 但是又跟英國呢,非常的友好 所以我就說,你看看這些,這些是世界歷史 沒有了祖國之後呢,更好 但是中共那方面的教育不會講這些東西的啊 所以我,這幾年我都跟很多那些小粉紅五毛在那裡爭辯這些 你看一下這個世界歷史,又看回中國的歷史 你就知道呢,國家和人民的關係 沒有了祖國,美國的例子是更加好,更加強大,更加偉大 有了國家是不是就代表好呢?下、雙、州 有了這個國家,人民是成為奴隸 好了,香港公務員呢,怎麼樣呢?我今天才聽到一些 香港公務員,哇,上這個國安教育 我看一下這個新聞怎麼說先啊 公務員上這個國安課,就播一些反送中的 你不要當那些香港公務員是傻的啊 香港公務員,經歷過2014雨傘運動 經歷過2019年那個反送中運動 大家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就聽到了,今天,上這些這樣的教育 哇,原來呢,禁止錄影,禁止錄音啊,怕著外面 原來這些改革又是不見得光的 我剛剛今天才聽到原來有些公務員去想想一下這裡 哇,忍不住了,說怎麼想啊這些 哎,他們上去廁所了,去廁所 因為那些公務員大家都知道發生什麼事啊,你有眼看啊 你經歷過這麼多事情,你不要當香港人是傻的才行啊 那這些這樣的洗腦教育,真是,原來不見得光啊 原來那些公務員呢,去上這些國安課 不給錄音,不給錄影,為什麼不給呢,原來是不見得光 怕你洩露出去給外面的人知道,很搞笑 所以我說這些國安教育呢,所謂的國安教育 根本不是為了國家安全 你是為了這個特區政府這個統治者的安全 是為了這個中共的安全 就不是為了這個國家的安全 因為這個國家,如果你真的為了一個國家的安全 應該是這個國家是屬於人民,是屬於老百姓的 而現在你的問題就說這個國家是不是屬於人民 是不是屬於老百姓的先 現在這個國家是屬於共產黨 特區政府,香港是屬於,嘩,看看是屬於誰的呢 哎呀,看看先,香港的報紙有報導 那時候呢,不同精級的公務員呢,陸續收到公務員事務局的通知 需要在今年年底呢,就接受這個國家安全的培訓 如果一旦缺席呢,就會面臨處分 那這些國家安全,其實呢,真的如果教國家安全 國家安全應該是保障人民的利益 保障實現這個基本法承諾給香港人的普選 但是你現在國安教育會不會教這些呢 所以就說,哎呀,國安教育都不見得光喔 不給錄音,不給錄影這樣 那這樣很搞笑啦,這些所謂國安教育 啊,真是,還說PK等,PK等呢,就說這個是美國策動顏色革命 哇,美國策動顏色革命,你現在習近平才剛剛去完這個 跟拜登見面,跟拜登握手喔 那你PK等,你又怎麼說呢,這樣啊 所以我會說,這些很搞笑,很搞笑 那我才去找一下喔,那,早幾年啊 才就是,陳方安生,這個前任的香港政務司司長 好,還有民主黨,香港民主黨創黨,李柱銘 陳方安生和李柱銘呢,早幾年呢,就都跟拜登握過手 去過美國,跟拜登握手 被你香港《文匯報》呢,就罵到一隻東西這樣 這樣,罵什麼東西呢,那我炒翻這一段東西給大家聽聽 陳方安生和李柱銘,跟拜登,拜登當時是美國副總統 跟美國副總統拜登握手,就被你香港《文匯報》呢,說呢 說陳方安生和李柱銘是勾結美國勢力,挾揚自重 保障沒有美國人在後面撐腰,他們就會變成缺蓋啊 缺蓋,要吃多些蓋片啦,缺蓋的殘疾人 再也站不起來,罵陳方安生和李柱銘呢,是陽怒哲學 罵這些人呢,沒有自立的能力和勇氣,也沒有管治的本事 就是,牽美國三美,哀狠告憐,搬揚鬼子來嚇人 這個是香港《文匯報》,早幾年,罵陳方安生和李柱銘 去美國見拜登副總統和拜登握手 那現在問題,習近平又去和美國,現在什麼 這個拜登做了總統和拜登握手啊 這個《香港《文匯報》是不是換一換字眼呢? 將這個《陳方安生》和李柱銘這兩個名字呢 就拋了這個名字下來,就換上習近平 因為現在是習近平和這個拜登握手啊 那你香港《《文匯報》》就是不是說這個 習近平就勾結美國勢力,習近平就怯揚之中 習近平好將沒有美國人在後面撐搖 那習近平就會變成缺蓋的殘疾人 再也站不起來,讓怒哲學 是不是在罵習近平沒有自立的能力和勇氣 也沒有管治的本事 是不是說習近平牽美國三美,哀狠告憐 搬揚鬼子嚇人 這些說話不是我說的,我要澄清不是我說的 是《香港《《文匯報》》早幾年 罵這個《陳方安生》和李柱銘 去和拜登握手 《香港《文匯報》說》 那麼你現在習近平又去美國 和這個《拜登握手》 那你就用這番說話了 因為同樣都是做同樣的事嘛 去美國見拜登 和拜登握手 希望拜登就支持自己 既然你都罵得陳方安生 罵得你署名了 《香港《《文匯報》》在這裡罵 那現在習近平又怎麼樣了? 是不是你用回這些說話呢? 他都嚇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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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 那不是我說的 這個中華人民共和的國家主席,哇大家在拍手啊,好啊 跟著呢毛澤東說要打倒劉少奇,又是一片掌聲,好,打倒劉少奇 文化大革命開始,又是大家一片熱烈掌聲,什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啊 有很多那些紅歌,我還記得,什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住好時好啊,住好時好啊,住好時好啊,在那裡唱 然後呢,就說文化大革命結束了,十年凍亂,現在要撥亂反正了 哇大家又一片掌聲,好,結束文革啦,撥亂反正,好 那林彪呢,毛澤東指定這個林彪做接班人,又是一片掌聲喔 這個林彪副主席永遠健康,不能說萬歲啊,因為萬歲就是留回說毛澤東嘛,毛主席萬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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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林彪呢,你不要說萬歲了,就唯有說永遠健康 那麼然後呢,到七幾年,林彪呢,就 上了個飛機,就在內蒙古,外蒙,外蒙古墜毀 又說可能是被飛彈擊落,又說可能是發生打鬥,開槍 那麼中共那方面呢,就 就說他是率死的,就說不知道是飛機失事還是飛機故障 不知道真實情況是怎麼樣了,沒有人知道真實情況 總之林彪就死了,那麼然後呢,就說這個林彪是叛逃這樣 那麼然後呢,又全國人民一片掌聲 四人幫上台,就是江青啊,黃鴻文啊,張春喬如文團 又一片歡呼,支持這幾個人 到四人幫下台,又一片掌聲 說要打倒右派,五十年代的時候又一片掌聲 右派平反,又一片掌聲,這些就是中國人 唉,就是這個中國人的社會 誰上台就有一片掌聲,誰下台被人砌低,又一片掌聲 這個就是中國人的社會 所以你說,我很多時候被人問你是不是中國人 我說什麼叫中國人呢,如果這些這樣的 誰上台就一片掌聲就是中國人 那肯定我就不是做這些中國人了,你是不是呢 你做得出這些,你就是中國人 我看到那段消息,就說 朱鎔基這個國務院總理,他沒有做退休 但是又退休了下來,他說有一次去清華做講座 他退休之後呢,他就說,朱鎔基說 每天都看這個北京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聯播 看新聞聯播,哇,台下的人一片掌聲 唉,好好,我們個個都看新聞聯播 朱鎔基還沒講完,他講完之後呢,他就說呢 唉,我為什麼會看新聞聯播呢,我要看新聞聯播呢 到底這個新聞聯播,北京中央電視台在胡說八道說什麼 我們這些人去罵這個北京中央電視台 我們就罵呢,就隨時就什麼違反國安法就什麼鎖的 朱鎔基,他退休了,他是國務院總理,他可以他罵喔 那他呢,他之前就說他每天退休了都看這個新聞聯播 大家一片掌聲,然後原來他罵喔 就是看這個新聞聯播在胡說八道說什麼 那台下那些人,唉,又一片掌聲一片掌聲 無論你說什麼都是一片掌聲 所以呢,我看到這篇短文,掌聲熱烈 他說天國的荒誕,哇,真是這個天國非常的荒誕 離不開壓力之下,百姓的老姓和愚昧 他們一次次游沖那樣呢,響起這個震以獄龍的熱烈掌聲 那我就看,想起老順筆下,有個什麼燈下萬筆講過呢 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做人的價格 每個人是不是有那個價格 中國人連奴隸都,不過是,至多不過是奴隸 這個是老順講,不是我說的,老順講 他說,唉,中國人真是做奴隸 他說,下於奴隸的時候呢,是屢見不遜 就是做到連奴隸都不是,可能做牛做馬做豬啊,這樣 所以就說,老順都講,做中國人真是非常之悲哀 這幾年我看到,在網上還有流傳一句說話 那句說話是怎麼說呢? 當你深入了解這塊土地上的人們時 你會發現他們的思想 配得上他們所受的苦難 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那些人 他們想什麼他們的思想 配得上他們所受的苦難 那這句說話呢,在網上流傳呢 有人說是巴金講的 那有人就否定啦 那其實不管誰說的都好啦 這句說話真是很值得深思 為什麼這塊土地上 自古以來有這麼多皇帝 下商周,奴隸制 然後一直到清朝 有這麼多皇帝 原來這個國家,這個土地上的人是喜歡有皇帝 覺得沒有皇帝不行 那到現在是不是都是這樣呢 那所以看一下這些 哇 說一下又很有趣 我最近才看這個天龍八部 其實我不是很喜歡看 茶亮容,金容那些小說 我覺得他的小說很難看的 我喜歡看另一個人那些小說的 那些武俠小說 古龍,我喜歡看古龍那些 金容那些我不是很喜歡看 很難看 但是我看一下那些武俠片 我又看最近 今年有一套天龍八部,橋峰轉 那個男主角其實我不喜歡那個男主角 那八十年代呢 香港電視劇集都有做這個天龍八部 那我看一下這個 橋峰還有虛足這兩個故事主人翁 那其實有幾吸引一下的那個內容 其實講這個人世間那些 是是非非正邪善惡 當時綽善惡 不是臮盡的是每次隔天的 就為了當時是 dark白變 是被人破的 顛倒的 翹峰就被別人說他 說他不是宋人、宋朝 說他不是宋人來的 然後就欺負他 又說他殺了哪個認識哪個 其實我們現在這個世界 面對這個世界就是這樣了 還好笑 我最近 我上兩次都說 我最近才被那些大學的校友 踢出這個校友群 但是非常的搞笑 那些小粉紅把我踢了出來 我當年是第一批香港學生去中國大陸的 第一批香港學生 那你說如果要招生 那你怎麼樣呢? 原來你是會踢了別人 跟你不對就踢走別人 那你怎麼搞招生呢? 講回說一下 我今天其中一個小標題就是 奇葩的中國人社會 真是相當之奇葩的 講回這個天龍八部裡面那個 那個 因為有人就想做這個丐幫幫主 所以就要造謠了 說這個喬峰是什麼? 我小時候讀書的時候叫做蝕丹的 那他寫出來就是契契丹 那個片 那套片那裡叫契丹人 說這個喬峰殺送人 又殺害他的恩師 殺害他的父母 殺害他的兄弟 欲家之罪何患無辭? 我為什麼會被這個大學的校友 踢出校友群 給那些小朋友踢出校友群呢? 又是造謠啦 總之在那裡刀背脊 真是得意喔 我們大學那個校訓呢 就是忠信督徑 忠信 你真的要光明正大 不是搞這個 忠信督徑變了是刀背脊 和而不同呢 就變成了不同就踢 所以很搞笑喔 看回你 那你以後會怎樣招生呢? 你校友會幫大學招生的喔 跟你不合適就踢人 這些是不是叫和而不同呢? 所以很搞笑喔 看回這些 有些校友跟我說 哎 這些這樣的 跟那些校友 你還要和他們一起去做什麼呢? 好啦 所以有時候說一下 這些呢 就非常搞笑 其實呢 所以我最近才看回那個 天龍八道的那個喬風傳 那個喬風傳的 喬風這個人 他說根本就不要想著跟你爭這個丐幫幫主去做 丐幫幫幫主 他和他那個 他遇到有個阿豬 阿豬是信他的喔 哎 我們日後去 我就去木牛 你就去放羊 不在你剛如是 這樣 喬風就在那個喬風傳裡面這樣說 其實就是這些校友會 我又不是跟別人爭什麼東西 這樣 哎 是有些人怕啦 怕我是不是跟他們爭這些東西 不過說起來又好笑喔 早兩三年 這個校友會呢 投票呢 就說選這個結出校友 居然呢 我獲得的票數 我又沒有理的 我又不去投票 居然不知道為什麼有這麼多人投我票 我獲得那個票數呢 跟那個現任會長所獲得的票數呢 相同 相同一樣這麼高票 哎 我看了就說 哇 這些我為什麼會獲得相同這麼多票呢 到時候不是人家以為我是不是想做什麼 在這裡爭一些會長去做這樣 嚇死那邊的人 嚇死那些小粉紅 嚇死那些五毛 哎 這個最好啦 最近就趁一次什麼機會 就把我踢出這個校友群 就最好啦 哎 真的 我這幾年我看了一句話 很有趣 都想跟大家講講 雪崩時 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 雪崩那些雪山倒下來的時候 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 每一塊雪都是有它的責任在這裡 那這句話呢 其實都有人在這裡研究一下 哪個來過 原來是來自一個波蘭斯人 波蘭斯人叫做史塔尼斯洛 因為那些波蘭文 波蘭話 我都不懂得發音的 中文的譯名叫做 斯塔尼斯洛斯洛 波蘭斯人 他那句話呢 雪崩的時候 沒有一片雪花覺得自己有責任 哇 那些雪花很美很美 每一個中國人都覺得呢 這個中國搞成這樣呢 是和自己無關的 這個是皇帝的責任 搞得這麼壞 是皇帝壞而已 皇帝好的時候 你又希望有一個好的皇帝出來 皇帝壞了 總之都是哈哈哈哈 哪個人做皇帝都好 總之我們都是萬歲萬歲萬萬歲 皇帝去美國訪問 哈哈哈哈 就是好 這些就是中國人 中國社會的問題 中國社會的現狀 唉 這樣 所以 我今天所講了這麼多樣東西 我每次講這些東西 我都列了一些小標題出來 給了這個 後台的人跟我放上來的 那所以呢 我今天 由這個 許智峰被香港特區政府說要他 啊 是不是充公他的財產呢 那這些又真是大家心中有數的了 西方社會 英國 美國 澳洲 不會亂去充公別人的財產 中共呢 從1949年呢 分裂這個海峽兩個人之後呢 在中國大陸就是很流行的 鬥地主 充公了地主的財產 鬥資本家 充公資本家的財產 那你鬥香港那些人 鬥許智峰啊 鬥這個黎智英啊 鬥這些民主派 那些民主派那些人 又是充公他們的財產咯 這些是中共一直以來的傳統做法 好了 我覺得今天最搞笑的就是 講第二件事呢 就是中共對六個國家 單方面免簽證 通常免簽證就是雙方面的 但是現在中國大陸的經濟不行啊 那些外資又走了 外資撤出了 不肯在中國大陸繼續那些設廠這樣 那些廠都搬去其他國家了 搬去東南亞國家 搬去印度 都比在中國大陸還好 有時候真的很難說 有些白人 那些西人 真是傻奸奸的 你很難說的 可能都吸引到那些人 真是傻奸奸的去中國大陸 會不會扣留了做人質呢 有幾個人質的 現在還扣留了 就是一個在香港扣留的 吳正鏗 哥敦 還有一個楊恒軍 就在中國大陸被扣留 是澳洲人 澳洲國籍 好了 今天提了 還有香港學生面對國安教育 還有香港公務員面對國安教育 這些真是洗腦教育 因為你不是為了這個國家安全 你是希望那些學生和公務員 就中心於這個特區政府 中心於這個北京中央 這些不是的 國家應該是人民的嘛 國家是屬於老百姓的嘛 你憲法 中共的宣傳 都是說這個國家是人民國家 中華人民共和國 人民共和國嘛 你這個國安教育有沒有教這個國家是屬於人民呢 有沒有教這個國家是維護人民的權利 有沒有搞這些東西 所以我覺得 這個中國人這個社會 真是非常奇怪 我們powered獲gee ró 我們與小阿斯 它說